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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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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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幫你投降, 幫你投降 你們誰跟著上船 好, 是 走開, 走開, 走開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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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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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 走開, 走開, 走開 走開, 走開 走開, 等著槍 你不敢跟我們搏訪吧 你們知道我們是河南自衛隊嗎 來, 走開 上船, 不用塞 甚麼 你們算得多爽快 好, 你們可以開船 謝謝 我們走 走, 走 前面的船聽著 立即停船, 接受檢查 走開 隊長, 見甚麼事不肯停船 開場 你有次力竟然跟我們搏訪 不肯停船, 這槍害死我嗎 那隻是浮世人的船 就算不認得浮世人的船 你也應該記住那四下槍聲 蠢 不肯停船 多好, 得力真就行了 知道了 好… 你們快點 快點 好, 師爺快到了 好, 好 好 從葉小蓮呢 好 好 陳敏儀 好 見不見葉小蓮 見不見, 我想她還沒回來 這麼晚還沒回來 陳後輝, 為甚麼這麼急 那個葉小蓮呢 到現在還沒回來 一會兒等著遊她上台獻花 現在才是十一點半 徒四爺十二點才來 是呀 我還要看看她穿得齊不齊整 還有, 一會兒要教她上台獻花的儀態 三明, 你還沒走 是呀, 今天約了人的 還沒時間 還沒時間, 先做事 今天環境下長不用回來 那些東西放下 那也不用, 很快 呀, 對不起 有甚麼事可以幫到你 請問這裡有沒有一本靜靜的動畫 作者是蕭樂霍庫的 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這本書校方已經收起來了 暫時不打算再借出來 為甚麼 我不是很清楚 聽說我們還在研究這本書 究竟適不適合同學看 真的沒理由 我們已經有足夠的分析能力 哪些書合不合我們看 應該由我們決定 是嗎 你說是不是 你真的很想看這本書 是呀 你將我出來 謝謝 這本書是我自己的 看完我回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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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面 我… 他要靠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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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遠遠 那他靠遠遠 把人家拿走 把人家拿走 停 肥靚仔, 好夠不辣 妨礙你四條路 你又不知道, 撞就撞就撞就知道 別動我, 我還覺得不妨礙你 要不要說句話, 出事敲就打我 走 走 來, 再去買一輛單車 混蛋 走 中文字幕——YK 各位同學, 我們今天很榮幸能夠請到寶四爺 為我們新校主持樂成典禮, 很感謝寶四爺 郭露英雄, 請呀... 請 我們新校社能夠得到順利完成 是完全多得寶四爺鼎力支持的 所以校董會經過開會 就決定將學校改為寶四女子師範學校 豈有此理, 寶四爺是誰改的 甚麼?甚麼寶四女子?那是說我寶四爺女子? 不行, 改一個 改吧 既然寶四爺不喜歡這個名字 那就請四爺為我們學校改一個名字吧 我改? 是呀 好 四爺, 不如改為寶四師範女子學校 你說行不行? 好,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是呀 就這樣改吧 好… 好, 多謝寶四爺寶貴的意見 各位同學, 以後我們學校就改為寶四師範女子學校 本校自創辦以來 一早各位師生和陶四爺鼎力支持 才有今天的成就 大姐, 讓一讓老, 別打算做老, 走開… 走開… 你怎麼一個月都這樣 我的車爛爛的, 怎麼讓你… 楊昌平 阮白露, 原來是你呀, 趕著去哪兒 真是不好意思, 有沒有跌倒了 不要緊, 我剛剛跌過一次了 你怎麼通心濕了? 就是寶四 她那個私家車就像你的車一樣 橫衝直撞 那我避無可避了, 就去下魚塘了 我不跟你說了那麼多了 我趕著去宿舍換衣服 我約了小蓮, 在學校門口等她的 你家裡來這裡這麼遠 濕了身很容易冷傷的 不如去我家裡燙乾她吧 當然好, 不過我怕不好意思 你家裡這麼近, 我的單車就爛了 我還擔心, 我如果去換衣服來 就趕不及接小蓮了 那我們走吧 阿熊, 先走了 你這麼急找小蓮幹甚麼 剛剛從法國回來的那個新風派私人徐永 過幾天他就在上海來這裡了 小蓮的同學就想去接他 就叫我去商量一下 小蓮的同學 金真的起了這麼多? 太好了… 老朋友分相, 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小蓮, 楊先生, 請你坐 請你坐 我放一圍坐 好…就這樣, 你替我訂位吧 好… 爸爸, 你去哪裡? 我去哪裡? 世伯 秋蓮, 你也來了嗎? 你叫我家長這樣 他一下子不小心弄濕了 秋蓮, 別說太多了 快換了衣服出來, 讓喜姐燙乾淨 好… 喜姐, 帶他上樓 請跟著來 世伯, 我去換衣服 好… 老婆, 我有事要出去 早點回來 對… 對了, 老婆 我今晚在大三園擺一圍走 你去甚麼? 你無謂應酬, 我去做甚麼? 好了… 今晚你自己去外面吃飯 行了 爸爸, 別喝那麼多酒 是呀 世伯呢? 他有事出去了 秋蓮, 反正你要等喜姐燙乾淨衣服 不如我們出去吃飯吧 不適合吃, 俄羅斯餐吧 沒了, 我不想去 去吧 嚴貴 最多我請吧 剛才爸爸給了我很多錢 吃貴一點也不怕 難怪人家說 夫人一直走, 窮人半年糧 你又在說甚麼? 我不是針對你, 不過事實是這樣 算了, 你不去就算了 說了, 說了些數慶話 好吧, 最多不說 好 秋蓮, 你穿這件衣服挺好看的 好像學校的陳助教 像嗎? 對了, 你現在大學畢業了 以你的資歷, 用不著做那份圖書館的管理員 在學校做助教, 入職更好 以我來說, 入職更多也不太重要 現在我圖書館做事 有更多時間充實我自己 對將來實現我的理想有很大的幫助 又在這裡講理想 那你不覺得現在這個社會是需要改革的嗎 我覺得沒有這樣的需要 其實這個社會有時候也挺公平的 難怪你還說公平 這個社會根本就是貧富懸殊的 窮人辛辛苦得回來的成果 就被有錢人剝削 有田有地的人就可以任意加租 你一開工廠就剝削工人人工 把你窮人辛辛苦得回來的血汗前 中飽私囊 就以我們來說 你呢, 就在家裡公共讀大學 吃一頓飯應該有這麼多錢 但是我呢, 就要半公讀 有時候要買一本書 都要節衣縮食 你去那裡講 對不起 楊先生 楊先生, 那些衣服燙好了 燙好了嗎? 是呀 謝謝你 不用了 我相信只要我們有決心 肯努力去爭取校園 在不久的將來 浦四師範女子學校 一定會是全省最好的女子學校 現在我肯以萬二分的誠意 恭請浦四爺為各位同學訓話 有請浦四爺 四爺, 訓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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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要自己休息, 要… 自強不息…真麻煩 其實要我說話, 阿茂做餅 沒有那樣做那樣的 我…不如耍一套給你看看 好… 大成… 各位…耍得好, 拍多兩個手掌 加油, 耍得不好, 千萬不要擔心 低贏手… 牽手 好…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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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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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多謝蒲四爺為我們表演這麼精彩的捷技 現在恭請蒲四爺為我們主持揭露典禮 好, 四爺… 四爺, 請到那邊 好, 四爺 怎麼搞的 完成… 謝謝四爺 現在由葉小蓮同學向四爺獻花 好… 請四爺接受獻花 好… 免禮願發, 謝謝四爺 好… 還有誰 爸爸, 這麼快拆東西, 現在散會了 散了很久了 麻煩 小蓮小蓮, 你嚇得我 幸好拿得緊, 掉下來就糟了 這個畫面是一千塊錢的 怎麼你一回來就罵女兒 又不要說是你自己 一下子拿著那個物件 又吃又… 有保衛力好 好, 盡罪就是有保衛力 你認識甚麼 這個物件, 叫做可貴成物 不用你水磨物 就依然有物件出來寫字 你知甚麼 現在水很值錢嗎 一桶水值多少錢 拿一千元去買水 夠你寫幾百世 我大吉利試過你 好噁不噁, 早起床就買水買水 你認識甚麼, 一千元也買不回來 數人之見, 免得跟你說 是, 你好認識 小蓮, 你生甚麼氣, 告訴媽媽 小蓮, 小蓮, 小蓮 小蓮, 我… 小蓮, 坐吧, 你們坐吧 我進去煎些糕給你們吃 小蓮, 你想我不去接你嗎 你可以不來接我 本來我不會遲到的 我走到半老 被蒲四的私家車強迫過來 讓我連人帶車跌到魚塘 去到就不能接你了 是嗎?你的故事都編得不錯 我又甚麼編故事?真的 軟白露也看到的 她看我全身濕透了 就帶我回去做乾的衣服 你不信問她 好, 又信你一次 你怎麼這麼快散會 本來沒這麼早的 誰知道那個蒲四爺 上台都不會說話 一上去就耍那些棍子 像個猴子一樣 不要說那個猴子 我們商量一下 怎麼接徐詠更好 是啊, 我已經想到了 到時候我就約了同學 每個人拿著旗子 上面寫著新豐派 我想她看見一定會很開心 好啊 甚麼玩意 你們兩個在說甚麼 甚麼新豐派 甚麼新豐派 世伯, 我們說過新豐派的詩人徐詠 新豐派的詩 全部都是我的腳下 玫瑰都操醒了 這樣叫新豐派 由沒有評則沒有詩 還怎麼是詩呢 好像李泰麥那樣又不一樣 棄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 今日之日多凡憂 這些就是詩的, 是不是 義長 義長 阿六, 不早了, 坐吧 好 乔哥 小蓮 楊先生 坐吧, 阿六 行了, 義長 我想跟你商量些事 是否又有困難找義長幫你呢 不要緊, 進房間跟我聊 來 平哥, 我還想請他來我們學校演講 他答應也好 怎麼樣, 六 這麼早來 又有什麼困難搞不定 是呀, 義長 因為我在售裝 近期呢 資金方面 調動有點不太好 所以我想向義長 你借了一千元 是呀 說到借錢呢 我不是說不借 但我借給你呢 就已經累了你 是呀 義長 別說了 不是說我多口暗沉 其實啊 你百一留下這間售裝給你呢 在十三行啊 可以過得數一數二的了 但是人家呢 都做得好好的 你自己呢 越做越縮 搞得搞不定 是呀 可能我不會做生意啦 你不是不要做 你好吃爛爹 喂喂喂喂 哎呀, 你多手多腳 跌爛去一千元 我要不要你賠好啊 真的 哎呀 哎呀 你百一生時 同學呢 好像兄弟一樣 我又看著你出生 你現在有困難了 我怎會說不幫你呢 不過阿龍 你要知道 初時年百一闖驗的時候 是相當困難的 你知不知 知 我知道 哎呀 開港都說了嘛 知足者憑亦樂 不知足者數亦憂 還有啊 開港都說了嘛 人到無求就品字谷 你明白嗎 嗯 明白 我明白啊, 義長 好啊 明白就最好了 啊 義長你來給我借錢 我老實告訴你 借得一次就不借得兩次 所謂長牌就難顧 不如這樣吧 錢就不借了 我贈你兩句金石良言 比較文字還好 好不好 義長, 行了 我自己想辦法 嘿, 這樣就好了 我走了 我死給你看 我死了 碎了 死不死 死不死 死了 死了 死不死 以來 死人 死 為�� 死了 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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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了一路去一路 三路去一路走 rum眸一路去一路前看 但現在什麼時候遺憾 還有一路去一路來 還是一路去一路去一路去う 123公里 真是更遠的 用一路去場 是要求聰明 是要求聰明 聰明 我已經患了丹斯病了 四爺, 如果你是喜歡她的 那不如娶她回來吧 我想大奶奶也不會反對的 如果是你喜歡 她存夠一百個我都不理 那就是了 只要四爺不要疼她小的就行了 你一個兒的嘴唇唇唇唇 吵到我的頭也罵了 其實四爺的心早就想的了 既然大奶奶沒有意見了 那你就拿年生了 好, 我馬上叫四爺超去 你那幫手下兇神惡殺的 陪著嚇到人 不如這樣吧 讓老娘出馬跟你談好她 你去? 好啊, 憑我的口才 趕到做媒人了 沒說不行的 唉不妙管 甚麼話 璞四爺就曾老婆 175小時 和四爺 acho 哦, 四奶 什麼菩薩爺這麼看得起我 但是我怕我女兒配不起她 唉, 這個世界只要理情我願 又有什麼說誰配誰 令千金又大學生, 有財有貌 我們四爺又有面有錢 雖然四爺的盲字都不認識多一隻 不過不要緊, 這個世界很現實 有錢就什麼都可以了, 你說是嗎 這就是, 不過我幾十歲, 只得一塌女 至少我還習慣了她 我怕她嫁了回去, 不能熟視你們四爺 哦, 我們四爺心底好好的 不過就是脾氣差一點 她有時候發起火上來, 會嘔吐嘔面打妾事 那次我就被她打得我臉腫了豬頭 不過幸好, 後來她買點首飾, 哄回我 四爺這個人還有得好 她從來都不會記仇的 上次她外父頂撞了她兩句 她就叫她斟茶認錯 什麼呀, 要她外父幾十歲向她斟茶認錯 那真是豈有此理 哎, 認錯了就沒事了 我都說四爺份羊從來都不記仇的了 你不用說, 無論如何, 我的女兒的確不敢高攀 哎, 四爺喜歡就行了, 就算是高攀, 有誰敢眼紅 我告訴你, 我們到底都是書鄉世代讀書之人 我女兒就隨時不嫁 一嫁我一定要這麼靈媒證取, 要做證實, 不肯挫命 哎呀, 葉先生, 你別這麼固執了 做四爺的妾士有甚麼不好 這個世界是笑貧不笑窗的嘛 何況做人妾士, 怎麼比做老舉呢 甚麼?做老舉? 是, 你自己做到搞的 做老舉, 真是的 你用甚麼這麼勞氣呢 四爺想說取寧千金做四奶 無非想他生一男伴侶, 繼後香燈那樣 這樣就難了 你想想, 蒲四做了多少沒良心沒陰功的事 他想生兒子, 現在娶了三個老婆 就算再娶兩個, 一樣沒得生 你回來勸他, 告訴他 如果想繼後香燈生兒子 叫他做多點善事, 織多點音單 我說完了, 不送了 好, 那我回去替你覆下聖母 謝謝 失措 他真的這麼說? 沒法沒假的 你以為我會嫁嫌加醋嗎? 不過他說得不錯 我陪他女兒不起的 他女兒又讀了這麼多書 我盲字也不懂得多一隻 葉小蓮, 人又漂亮又識字 四爺, 你別說我學是非 你別說了, 他說你像世凌人, 像惡行兇 他還說, 他說他絕對不會像你低頭這樣說 哼 我終於找到一個人不怕我蒲四 這個老鬼頭也挺硬 怪不得生個女兒這麼好 你猜那個老兒筆多壞 他說四爺, 你做得陰功事多 什麼? 他還說, 他說一個人吃多少, 穿多少是整定的 他說你娶了三個老婆, 連雞春都沒有一隻生 就算你娶了十個, 一樣不能生的, 這麼說你 你豈有此理 他不肯把我女兒嫁給我, 就算了 還要這樣揍我 四爺, 別生氣, 一起生氣 不生氣嗎? 好, 我要做一台好戲給他看 好, 我要做一台好戲給他看 他不知道會不會有另一班車來的 你先試試吧 色香俱全 味道不錯, 你試試吧 到女館吃吧 給我多包幾隻 好… 謝謝… 謝謝… 好, 高兩家的, 李正兄 什麼勞動你帶鑑 大家老朋友, 我應該來接你的 對了, 這次來無論如何也試試住 好… 鳳爪不錯味的, 來, 你嘗嘗 不用客氣了, 你自邊吧 應該是報的 隨便買那邊 你不是… 徐先生, 我們有喜歡你的生姿 請你幫我簽名 好 在哪裡? 你喝藥嗎? 徐先生, 你等一等 徐先生… 有她 甚麼事? 我是蒲四師範女子學校的學生 我叫葉小蓮 我現在在新師會想請你來講一下 你寫新師的心得 不知道你甚麼時候有時間 我們可以在你時間 你們勝意拳拳, 我也很感激 不過我這天剛才到過, 會比較忙一點 徐先生, 那不知道下星期你有沒有時間 過幾天我就要回台山 不如這樣, 等我回來我們再約一個時間 好嗎? 好 再見 我們一場來到, 以為他肯來 怎麼知道他這樣也不來 人家是大師人, 當然是忙一點 一個人成了一名, 當然有很多應酬 不要緊, 下次再約一個 不要緊, 我見面子都是我 小蓮 你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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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想辦法, 救小蓮回來才行 高靖, 不如去公安局報案吧 你到我嗎? 不用了 來找公安分局的局長, 張學年我去認識他 我去親身去他的家, 求他幫助 你甚麼時候認識他, 我都不聽你說過 很多事我都沒告訴你 對了, 丑皮, 你等我一會兒 我換衣服跟你一起去 快點 請你們去找誰 我們去找張局長 陳副官 我們陳副官 甚麼事 陳副官, 我們來找張局長 對不起, 局長剛剛有客人 你們留下電話號碼 我向局長報告, 有需要打電話給你們 電話? 副官很失禮, 我們家裡沒有電話 局長沒空, 第二次來 陳副官, 麻煩你 這是我的名片, 葉北柯 你給他, 局長會見我, 我跟他很熟 對了, 我們有很重要的事 麻煩你通傳一聲 好, 那你先坐下 麻煩你 我們先坐下 請坐下 對了, 我都說他肯見我 我跟局長很熟 隨兄, 這次回來後 還打算不打算回上海 看看怎麼樣 等我這次回台山之後 可能我會再在廣州住一頭半個月 如果沒甚麼事, 就會耍久一點 進來 幫局長 甚麼事 外面有人求見 我不是吩咐過你 我跟隨先生聊天不見客 局長, 他認識你很久 而且我謹慶著見你, 這是他的名片 葉北柯 誰來的? 局長既然不認識他, 我馬上打發他走 快點出來 是 徐兄, 今晚我在銀龍酒家 約了朋友跟你接風洗塵 我已經發貼了, 今晚我開心點 你太客氣了 本來我還打算今晚去探一個舊朋友 那很容易 你現在去探朋友就行了 我今晚派車去接你 也好 對不起, 兩位 局長說不認識你們 你們走吧 陸官, 局長沒理由不認識我 八年前我在屠屠居跟他吃過飯 我不管這麼多, 總之局長這麼吩咐 你們走吧 這件事真是很重要的, 請你幫忙一下 局長說不見你們, 有甚麼辦法 局長不見我們 我們可以去見局長 你們別亂來, 你想怎麼樣 我有緊要事, 大哥 對了, 局長來了 甚麼事? 局長 局長 你不記得我嗎?我是葉北柯 在教育務文書組的二等科院 我不認識你的 對了, 你在這兒幹甚麼 局長, 他女兒被人當街搶走了 你們想報案吧 是呀 去公安局嘛, 這裡是我家 這件事如果連局長也不理 我們找誰知道 不是 不是 張兄, 現在廣州的治安變得這麼差嗎 我不是說不管 不過你們一定要以正手做個報案 好了…你們究竟誰被人搶走了 局長, 就說我的女兒被人搶走了 好… 局長, 她的女兒叫葉小蓮 在蒲四師範女子學校讀的 徐先生, 就是今早我們一班同學去接你車 邀請你跟我們演講的女同學 你走了之後沒多久 在火車站附近 就有幾個流氓拖了她上車 現在不知道她去哪兒 原來是這樣 你放心, 張局長不會說不管 不是, 是不是張兄 當然, 這件事我一定會徹查 不過, 你先去公安局醫政手做 先報案 謝謝兩位, 兩位, 請 秋皮, 你在幫我自己去 你回去圖書館 你們來看看, 這個姑娘是長得很漂亮的 難怪四爺這麼喜歡她 樣子長得很漂亮 不過雙腳大一點 只是觀音頭掃把腳, 美中不足 這樣嗎 以前, 年代跟現在不一樣 以前又流行扎腳 其實我說腳大一點有福氣 你看她的樣子, 剩下哭包 怎麼進了門以後 整天不停哭, 甚麼都被她哭壞了 老三, 別這麼說人 人家還是小姑娘, 不要哭 四爺, 四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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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幾個在做甚麼 出去… 你不要走過來 加油 雲飄飄, 若匆匆 投影雨, 淨海中, 可見潛龍 望碧海, 水不動 惡浪, 暗翻湧 如命運, 未可知 如幻夢在心底, 淒怨無窮 人生像, 多污一步 勝負誰揭衷 世間有寫蕭紅 偽裝一年濃湧 雅肆過足失戀 世上吹遍營風 離不開, 是悲血 忽不害, 又不想逼要服從 難得你, 心傷是 愛在受怨中 世間有寫蕭 重點